接著來看到是非常離譜 司法院位在不愛特區 竟然有人在司法院的花園裡頭 露營錄了好幾天 還是因為發出了聲音聲 被記者發現整件事情才曝光 這是有平面媒體 前天在司法院的花園裡面 發現裡面怎麼出現一個藍色帳篷呢 帳篷裡面還傳出了男人的聲音聲 周圍警到場之後 有一名打赤膊的中年男子 這個時候探出頭來說 她在睡午覺看影片 不過怎麼會出現在司法院的花園裡面 她說自己從南部北上要工作 不過沒地方住 所以就在司法院的花園裡面搭帳篷 而且住了好幾天 這司法院古蹟大廈有80幾年歷史 旁邊就是總統府 法務部 還有北一女中 就位在戒備非常森嚴的博愛特區 這大廈右側還靠近總統府 這裡就是花園的所在地 這花園平常是不少法官檢察官散步放鬆的場所 沒想到出現了這男子在這裡搭帳篷出了好幾天的事件 網友直呼太扯了 哪天要是共軍佔領總統府好幾天 會不會都沒人察覺呢 會不會都沒人察覺